这屋车钻进小路 马上发现这辆出世的台铁1832次区间车 停在铁轨中央 因为在往内湾方向行驶途中撞到了行人 一切事出突然只能赶快帮商换急救 一旁的列车驾驶内心很焦急 想帮忙却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为当下撞击力道太大 这名行人后脑烧大面积撕裂伤 脸部明显凹陷 右手也严重变形 所有衣服裤子都沾满大片血迹 事故发生在4号傍晚6点多 新竹县竹东镇三重路的内湾直线路口 现场还遗留一些帮商换急救的纱布跟食盐水 但他身上并没有任何证件 因此身份还需要厘清 而且当时车上还有40名乘客 因为撞到人停驶只能转成其他车次 而撞击点研判就是在火车头的地方 因为傍晚天色不佳 只有微弱的路灯照明 行驶途中也很难马上发现有行人 不过真正的肇事原因 为何在铁轨上发生擦撞 都是后续追查的关键 TVBS新闻陈世民杨青坡张一柯新竹采访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